哈囉大家好 我是大滿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偏油或是油性肌膚的光澤感妝容 因為我本身也是偏油性的肌膚 畫光澤底妝的時候最怕別人說 你是不是出油了或是看起來像油光滿面 所以今天的分享如果你們有興趣就繼續看下去吧 首先就讓我們先從妝前保養開始吧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妝前保養 因為如果妝前保養做得好 我們油性肌膚就比較不容易出油 所以我想強烈推薦你們首先可以先濕敷 今天濕敷是用KELS的金掌花化妝水 也是我一直以來都很愛用的一個化妝水 我大概會先濕敷個5到8分鐘 然後再上後續的保養品 自從我每天早上都會濕敷之後 我有發現我的粉刺狀況好像也減少了 這是我做臉的時候我的美容師有發現的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樣很愛長粉刺 或許你可以試試看這個方式 濕敷完之後皮膚看起來真的會比較有光澤感也比較亮 那如果你們還想用更亮的話 我也推薦你們用GRANDGROW的這個無重力面膜 因為它敷完真的臉會發光 我已經用了這是第三罐了吧我想 那我會用在有時候必須要急救的時候 或是我今天真的只想素顏 我連隔離霜都不想擦的時候 因為敷完它之後 你們等一下可以看一下肌膚真的會變得比較有光澤感 而且比較緊實 毛孔感覺有縮小的感覺 接下來我們上保濕精華 因為是油性肌膚的關係 我大部分的保養品都是保濕或是控油的功效 那這個藍芝的水庫精英保濕精華是我最近用到非常喜歡的 因為它一點都不油膩 而且保濕的效果真的很棒 如果你跟我一樣真的超級容易出油 我強烈的推薦你可以使用控油乳液 因為像我換了控油乳液之後 我的妝明顯的變持久了 真的比較不會容易脫妝 我現在幾乎出門不太會補妝了 我真的覺得控油乳液有差 你們可以去找找看適合自己的 接下來我會使用持妝露 MAK這個妝簡透亮持妝露也是可以加強我們的保濕 有點像是我剛剛說的原理就是保濕一定要做好 所以我覺得持妝露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巴比博這款氣墊隔離霜 我在3月最愛的時候有介紹過 因為它打出來的光澤感實在有點太漂亮 有的時候我就直接當素顏霜來使用了 所以我們會用這款氣墊隔離霜來做打底 這樣底妝看起來可以更透亮 感覺從肌膚散發出來的感覺 最重要的應該就是粉底液了 各位非常容易出油的人 你們一定要慎選非常適合你們 或是真的可以幫助你們控油的粉底液 然後我會推薦你們用刷子來上妝 因為刷具上的底妝會比較薄透 如果打太厚的底 毛孔反而呼吸不到 然後因為不夠保濕 肌膚就會想要出油來保護毛孔 所以反而更容易出油 所以我建議你們可以打薄薄的底妝就好了 今天主要是分享光澤底妝 所以像眼影、腮紅、修容的部分 我就快速帶過 但是我使用的產品 我還是會補充在下方的資訊欄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資訊欄看看 今天的整體妝容主題 我覺得我想要畫出春天 然後有光澤感的感覺 所以我整體選的顏色 像是眼影或是春彩 我都會選比較日常 然後簡單清爽的顏色 這樣你們可以日常 也可以畫這樣妝容出門 然後讓人家覺得你好像 肌膚看起來很健康 然後散發很自然的光澤感 很多油性肌膚的人不敢使用打亮 因為怕 很像油上加油的感覺 但是我今天還是會分享 我平常也會畫打亮的方式 我會打在 我們顴骨上方的地方 然後還有黑眼圈、下巴 還有鼻頭跟鼻樑的位子 但是我的用量不會很多 下手不會很重 就是讓它有自然的光感 然後順便呈現我們臉上的立體感 利用打亮來做出立體感 而不是用打亮做出光澤感 這樣的感覺會更自然 控膠蜜粉我覺得是有機人必備的 雖然可能會有人覺得 如果你蓋了一層 就算是薄薄的蜜粉 也會變得比較霧面妝感 但其實對有機人來說 因為我們上完妝大概一兩個小時之後 我們還是會出油 但這個時候出油後 我們妝感就會剛剛好 就不會看起來非常油 所以我覺得控膠蜜粉 對我們來說是非常必備的 最後你可以再使用 像是持妝噴霧類的東西 然後來做最後的定妝 也是加強保濕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愛出油 你也可以用這個步驟 那我們的妝感就這樣完成了 希望大家會喜歡 然後呢 也可以提供給一些有機人 在上妝的一些小tips 然後還有給你們一些靈感 希望你們都可以試試看 那如果你們有更好的方法 可以跟我分享 算是交換心得 好 那今天就分享到這邊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 我們就要下次見囉 再見